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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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还是靠人家的真修实修啊 对啊 对 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啊 明白了 有什么好的 师傅 根基 过去说 过去说造一个摩天大楼 三年是打地基 两年造大楼 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地基多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在人间要靠自己超上去 要靠自己的境界上去 而不是靠别人超上去 所以很多人靠着别人超上去 他没用的 明白吗 我问你 一个是保送大学和你自学成才考上去 你说概念一样不了 不一样 不一样 就这个概念 那师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比如他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 他比如把他超到观音菩萨 你还是要慈悲他 让他在天上好好的修 可以这样说吗 不可能 那没有用的 你求 比方说你的孩子在读书 你求他好了 你说 哎呀 儿子你好好努力啊 一定要考上去啊 你说他能不能上去啊 没有用的 你靠别人也没用 你比方说老师啊 你好好救救他啊 你让他一定要考上大学啊 你儿子自己不用功力有什么办法 嗯 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明白 你求观世音菩萨等于老师嘛 老师没有用的 还靠学生啊 师傅领进门 修心靠个人呢 那师傅弟子不明白 观世音菩萨那法师千亿万 那么多 那你 观世音菩萨可以到 比如他在预解天嘛 观世音菩萨可以直接到预解天 度化度化他 嗯 也可以吗 师傅 弟子不理解啊 你怎么还不理解啊 我看你这两天有点愚痴的 你 我问你啊 你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教一个班级里 三十个学生 对不对啊 那么有些学生教的很好 对不对啊 那么有些学生不好 那同样这个老师在这么教 那为什么老师啊 你为什么不把每个学生都教的好一点啊 好一点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你 你不是说观世音菩萨 你老师啊 你这个一个班级里三十个学生 你都在这么同样教 你为什么不把它教整啊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漏两个学生考不上去啊 老师啊你帮帮忙啊 你法力无边啊 你不是把每个学生 一半的学生都教到考上大学 为什么这这十五个人考不上啊 现在明白了不了 明白了明白了 我相信师傅说的 就是一个老师尽性的教 班级总有那么几个调皮导弹的 没用的 没用的 这个根基不一样的 他不用工啊 他靠自己的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离开示 师傅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些同修对这个为家人备业有些疑惑 我就想问师傅 比如打个比方吧 比如我学佛 我家人不学佛 我会为他们悲业吗 师傅 会啊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悲业的原理是不是因为我学佛了 我念小房子了 他们身上的灵性看到我念 来找我 我为他们悲业 是这个概念吗 这个只是一点点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喜欢举例子 你们家里你是劳动模范 对不对啊 那么家里的家里的人都拖你后腿 你说你是不是帮他们备业了 人比方说 比方说你是劳动模范 啊你跟你爸爸在一个工厂里面 啊你父亲呢就拖 就是不做啊 经常懒懒散散的 人家说 人家就骂了 那你这个劳动模范 你自己爸爸先先去叫他做劳动模范吧 再来教我们吧 哦 你是不是帮他帮你爸爸背了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是否那我那家人不学佛我们修 我们帮他背 有一定的时间吗 一直背到老吗 还是 这个根基呢是这样的 嗯 如果你 嗯 跟家里人你没有沟通 嗯 他一直在不停的造业 嗯 那一般的比方说家庭他不造业就算了 嗯 那你也不会帮他背很多 他不骂也不讲 他也不做坏事 那你帮他背背 嗯 那么很快的 说不定一段时间也就结束了 但是他不停的造新业 那么你呢在这里 一不停的在做劳动模范 那么最后呢 人家就骂他 骂他们就牵手到你了 你必须还 你不还的话 人家还是骂你 明白了 哦 那那背的多吗 师傅 还是全部背呢 没没没 背也就是背百分之三十左右 最多了 哦 不会很多 三十左右 不会很多啊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哦 谢谢师傅的私立开示 啊 师傅啊 师傅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您看 就是说是 呃 就是说是 师傅 就是说您再不是说 6月6号图腾节目里给一个5岁 还不会说话的闹 他那孩子开出了3600张小房子吗 嗯 他母亲不能拼命的帮他念 只能慢慢随缘 他报了那个时间就会讲话了 请问师傅 是否每个人种了恶音下去 恶报的时间 最少有一个最少的报应期 就算拼命的念经念小房子 还在宵夜 也未必 也必须等到最少的报应期爆掉了 才能好呢 师傅 你这个概念性问题啊 那个你的意思 我没有完全明白 哦 我 我就是说 就是你不说 师傅不是说 叫他母亲不能拼命的帮他念吗 只能慢慢的随缘念 这3600张小房子吗 他说您说他到了那个时间 他就会讲话了 那请问师傅 师傅是每个人的恶音种下去了 恶报的时间 最少得有个报应期 并不是说我们拼命的念小房子 还债 宵夜 也未必到了 必须等到那个 最少的报应期过了 才见好了 师傅 你这个 完全正确啊 不可能的 比方说你今天生病了 对不对啊 你肝出毛病了 你平民的给你吃肝的药 你肺出毛病了 平民给你吃肺的药 那你说你 你把一年的药全部一下子吃光 你说你肺会好不好 不不不 不不不 我喜欢举例子的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不是这么简单 我明白 那还 其实造假的恶音 还是一定要承受一定的 对 你即使学活了 也要承受一定的时间 是吧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夫妻吵架 对不对啊 他不开心了 你刚刚骂过了 他现在不开心了 他不会马上对你好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他会生气 一直很不开心 一直给你脸看 那能看几天呢 看一个礼拜啊 看两三天 他也是个时间 看一个礼拜也是个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过了之后 他又会恢复了 但是在这个时间里 你不可能马上把他 说马上叫他下开心 马上要过去 要对你很好 因为你骂过他了 他有个报应期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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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是最近录音里说 自己生气不要超过半分钟 不然会进入到意识里 请问师傅 那生气或者烦恼 如果超过半分钟 是不是会进入意识里 产生业障呢 师傅 当然会了 因为当你生气之后 就产生恨了呀 哦 你时间一长不就产生恨了呀 哦 那生的这个气 产生的业障 念几遍礼佛就能消掉呢 师傅 生的气 产生的业障的话 你要是修的好 你天天修很快就没了 如果你不是修心的人 他慢慢进入六四天中 七十天中 八十天中 哦 那师傅 嗯 那您如果生气的话 您会遇到事情生气的话 那您会怎么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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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去去去去处理呢 什么处理呀 呵呵呵 可怜他们呀 哦 去慈悲他们呀 嗯 比方说 人家骂你啊 嗯 你想想这种人很可怜 因为他们的结局非常的惨 他们 他们这么 这么骂师傅的话 他们不尊师重道 他们会下地狱的呀 那你想到地狱的惨状 想到他们以后要下去 嗯 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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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原谅他们呢 就算了 嗯 没有气生了 你就觉得他们很可怜啊 你比方说 马路上一个人在打人 对不对啊 你看他打人的时候 你生什么气啊 有什么好气啊 待会警察来把他靠走了 哦 那就报应了呀 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 你说他靠起来的时候他多痛啊 那是吧 是吧 是吧 他没脸了 拉到车上 警车一拉弄到里边 对不对啊 关在小笼子里边 好了 嗯 明白了明白了 这是师傅的特别干事 是啊 确实是这样 那师傅 再问一个 再问一个问题 刚才您不是说是 啊 就是说 给一个人看头疼吗 周二的时候 您说了这么一句话 时间没到 念经念的到位 都没有用 时间一到 刚刚开始念 马上给你颜色看 请问师傅 请师傅开试一下 他说这种情况是 哪种情况呢 一般是 就说是 举个简单例子 师傅都喜欢跟你举例子 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 你大学里 你要考试是十月份考试 对不对啊 那你呢 现在呢 知道自己功课不好 拼命做功课 拼命做功课 就是你做了再多的功课 你经验的再多 你没到十月份 你怎么考啊 对对对 很好了 我一讲 你就明白了 他有个报应期的 他有个时间的呀 比方说他到这个节的时候 你拼命的念经念经 好 这个节越过去了 他节还没到 你拼命念经 哎呀我 我怎么还是不好啊 因为还没到这个时间呢 比方说 给你一年的报应期 一年都很倒霉 对不对啊 那么你在这一年当中 你拼命念经 怎么还倒霉啊 你没到时间呢 因为重新审判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明白了 比方说这个人被啊 因为过去的罪孽抓到监狱里去了 对不对啊 那么他去申诉 重新啊 要求审判 那么在这个重新审判当中呢 你还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呀 你今天还 你今天还是关在房子里 所以这个时候想 哎呀我天天申诉了 我天天这么努力了 啊我是好人 你为什么还关在里面 你要等到法院重新裁定 重新开庭的时间 你才能获得重新的希望 这个时间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 没到时间呢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哦 师傅你做这么多例子 哈哈哈 师傅 那我再问你 那个讲起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做一件事情的成功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你给我们从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上讲讲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 这三者的关系 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 你这个人要顺应天时呀 嗯嗯 做什么事情要顺应天时 比方说国家 嗯 提倡 什么事情了 那么我们大家就响应 你就顺应天时了呀 对不对啊 对 地理 地理是什么 你比方说 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 那你说 你说来我们来 啊这个这个 来来放水 来造水 造水库 嗯 那你水都没有 你哪来哪来的条件 就没有这个地理 你哪来的造水库的条件呢 是啊 对对对 嗯 这是地理 那人和 人和 今天给你机会了 给你做领导了 你才能做一些事情 你今天没有机会做领导 你就是心里在想的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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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做很多好事情 你没有机会 那你还是没有用 这是天时地理人和 人和就是说 并不是说人跟人要和 实际上就是说 你这个人正好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 是天时 在这个地理 里面再加上你正好有这个能力 或者你有这个权力来做这个事情 对 那就叫成功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 比如一个法门的兴起 也是也也是要具备天时地理人和 是这样吗 对啊 要有一个师傅 要有大家都喜欢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这个然后呢 正好呢 啊 这个正好呢 也是弘扬中华文化 正好也是呢 对对对 希望能够用文化 宗教 来让国家更加兴旺 那么这种就是叫地理 天时地理 时间也到了 那么人 大家也需要更多的和睦和爱 那么这个法门出来有师傅 那么那就成功了 明白了吗 啊 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是这样 真的是 嗯 好谢谢 谢谢师傅慈悲开车 师傅在外观问题 有些人会看手下吗 可以根据你的文 文路分析你的生命线呀 感情线呀 请问师傅 这些分析 是否准确 这些文路是否属于我们 我们命 就是命运的显现了 师傅 师傅传统文化上 有啊有啊 是有啊 比较还是蛮准的 嗯 因为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经络 经脉 跟他的思维有关系 你去看好了 在首相当中 看得出这个人的脑子 思维的 比方说 我举个简单例子 耳朵上有纹路的人 这个人心脏一定不好 这个东西已经经过医学考证了 啊 这个啊 很多科学家已经 说了 所以很多医生啊 就是西方的外科医生 他看你耳朵上有纹路的话 他说你心脏不好 啊 这是已经科学证实 你可以去查的 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 并不是人家说是迷信 他是经过科学 为什么呢 他血液循环走动 他的血不好 他会走到某一个部位 血脉不通的地方 他就会 血走不过去 血脑走不过去 说明你血脉流动的不顺畅 那么你耳朵就会长皱纹 你去看好了 一个人脸部皱纹老的快的人 除了刻意的笑啊讲话啊 或者友谊啊 经常的太劳累啊 还有一个就是血液循环不到位啊 嗯 你血液循环不到位的话 你可能你的脸部就老的快 为什么生气 血上不来 或者血过于的充足 为什么血压高生气啊 那你的脸部就会扭曲啊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 脸部会突然之间中风啊 歪斜一边啊 实际上就是跟他的血液 跟他的性格都有关系 所以经常生气的人 他的脸部一定会发生病变的 经常不开心的人 他会生癌症 就是这个道理啊 啊 啊 那师傅 那那你听说手相 如果我们通过学佛修心 手相的弯路也会变化 或者是减少 好的弯路会增多 外的弯路会减少 是这样的 会会会 相跟手相和脸相都是一样 都会变的 手相的话 比方说你这个人过去 比方说人家说你是一个文人 你手上 手上有很多小丘 一个叫丘 这个丘呢 越厚 越拱出来 说明你这个人呢 有财路 有思路 前途很好 那么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呢 你这个人呢 拼命的去打工 去拿这个好的财运 没去发挥到 然后你打工 把这个丘都磨平了 或者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丘就不见了 那你说说看 人家一看你的手相说 哎 你这个人没有财运 没有什么思路 实际上你本来有的 因为就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 工作态度各方面来让你的手相转变 一样道理 哦 真的 那师傅 师傅这个相由新生 这个相不光是面相 还包括手相 是这样吗 师傅这个相 人相还有人相 人相 你这个人长得像什么样子 有的人你去看看好了 人还没死了 已经长得像动物了 晚年呢 人都站不起来了 就是完全是 腰背hold着 那你再看看他那个样子 像哪个动物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了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可能腰用了太多了 晚年就这个样 那师傅 如果晚年 我们就说有些人做了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说你看 你看长得像个人样吗 就这样说 他就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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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看 你去看看看 过去那些宅业啊 那些不好的人啊 那杀人犯呢 你看看他们那些最最最最最终他们的照片 通缉他们的照片 哪个好看的 嗯 是啊 那师傅 那他长得像 晚年的时候他长得像不像个人 他将来下去的时候就不可能再偷人啊 这就是这个完全正确的 因为你已经你已经失去了人性了 你做的事情已经没有人性了 你比方说你是动物的性了 因为你整天想啊 在欲望当中色欲 那你像动物的性了 他就不让你再偷人了 因为人不是靠这个生活的 人是靠的思想和思维啊 对不对啊 嗯 对对对对对 因为动物是靠欲望 动物靠欲望 靠欲望 那么做鬼是等下背后害人 那么你就是个鬼样就出来了 明白 那师傅啊 你看你讲到这个五欲六成啊 当时也讲了五欲代表拿五欲六成代表拿六成 那师傅啊 你像我们这个人间 在人间你像想克服这些五欲六成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 师傅您开始开始吧 如何在人间更好的去克服这些五欲六成 不要被他们作然要来到天上做菩萨 师傅 对啊 首先就是要刻苦五欲六成 首先先要克服那些那些思维上的错误 思维上的错误最重要 因为你思维上有错误了 你比方说在资本主义社会 他是笑评不笑长 你看这就是完全存在跟跟那个那个社会主义那个概念性的不同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资本主义 比方说你是个妓女 你只要手上戴着金 穿着银 她不管你钱怎么来的 她照样很羡慕你 对对 她她 但是你在马路上很穷 对不对啊 对 她不笑你 她她会笑你的 她会笑 所以你去看很多网上不是有一个穷人 在在建垃圾的 突然之间看见有个钢琴人出来 她马上就弹了 原来她弹的就是像钢琴家一样的 那这个没人 这没人尊重的 因为你现在是个乞丐 所以你说说看这个这个是不是概念性的错误 所以一个人要刻铺五余六成 首先要在思维上端正自己的态度 什么叫干净的 什么叫脏的 什么样的钱可以用 什么样的钱不能用 对 然后自己在生理上要学会克制 生理上要克制的话 五余六成的话 少睡觉 就是实在困倦了 在椅子上躺一会儿 她不会失淫欲 因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睡的床上时间长了 她就会想这种事情 所以过去庙里的法师他们不睡觉 他们叫坐 坐禅 就是坐在那里 然后一直坐到走调叫做画 对不对啊 所以他们睡在坐在那里 你不睡觉的人 他不会想那种男女事情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的 你一躺下来你就会想这些事情 嗯 是啊 然后我们思想上 要对这些东西产生厌恶感 厌恶感 也觉得这个不是人做的事情 这是动物做 因为肮脏啊 太臭太肮脏的东西 你会觉得非常恶心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 师父 师父真的是 科普这五欲六成要天上做菩萨 好难啊师父 你给大家鼓励鼓励吧师父 很难啊 没有几个修得上去的 鼓励也没用啊 要靠自己征修 要靠自己征发心的 有的人征发心了到最后也不行 为啥 征发心到最后不行 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啊 后来他退转了呀 他征发心是开始的时候征发心 到后来退转了呀 明白了明白了师父 好 师父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始 谢谢师父 好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喂师父你好 你好 弟子16063号给师父请安了 你好 好 我想就是帮那个沈阳那个叔阿姨问一下 他那个就是做五六四梦吧 就是有人总是掏他脑子 要不是用针扎他的脑子 哎呦 这是灵性啊 扎到后来他会生脑瘤的 生脑瘤啊 就是经常被灵性扎扎扎你没还呀 你没还债他就一直扎你 他一直在念小房子 一直在念小房子不够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签下一百万 你说我每天再还一毛钱 人家不扎你啊 听得懂吗 啊那他那他怎么办呢 他他他他始终十二岁就开始 就从为了母亲就是到母恩 然后就吃素了 然后十五年一直吃全素 然后他他他一直在坚持念小房子呢 他他他讲了半天就是念不出来小房子 他嗯就是因为他现在就他自己嘛 嗯嗯 他的老公老公就是 那个脑出血是脑水酸 就是半天走了 然后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也是 铺肘五六年了联系不上 然后他就一个人在工地上打工 他他就是 合台就设在工地上 然后就是工地去哪 然后就跟他搬到哪呢 现在这个情况 就这个道理啊 现在很麻烦的 啊他就是他做了五六四梦了 就是有人总来要不是抛他脑子 要不是扎他脑子 他就很害怕的 所以说他就问师傅 想问问这个这个情况 他帮他他帮他老公已经背了 他老公已经是脑血栓啦 又是脑中风啦 都是跟脑有关系的 所以他现在也是这样 明白了吗 是啊他总做梦 梦见有人来 要扎他的脑子 要不是就是 敲他头 就是扎他的脑皮 就总做这种梦 嗯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这是灵性是吧 对 让他多念一些小房子 不停地念 而且要先许愿 说念多少张 否则人 人家把它弄走都有可能 是啊 那得先许愿念多少张啊师傅 像这种 拔他脑皮 那就很厉害了 至少先许 是 拔他脑皮 但是没给他脑子抛走 他就是 一直都来就是 拔他脑子 拔他脑皮 但是没给他脑子 没弄走 就是那个 就是让他痛苦呀 先念380张啊 先让他念380张 先许愿 许愿你先念380张 对 他就是 他的儿子吧 跟他就是 拖走好多年了 就好几年了 他也不知道他儿子 是 是死是活 就82年的狗的儿子 嗯 师傅您能说 就是看他儿子 能是 还活在人间吗 今天不看图成的 嗯 那就是他 就是他怎么能就知道 他儿子还 还没在在 还没在不在 做梦做到了 做梦也没做到我 没做到还有希望 做梦做到了 就基本上没戏了 啊 要是做梦梦到就是说 就可能不在人家了 对了 就是魂回来看你们了呀 啊 他好像说梦没见到过 因为他儿子说 30岁的时候 要是没有成 没有立业的话 就出家了 他儿子以前跟他说过这个话 有可能出家 有可能 他儿子有可能出家了 是吧 有可能 总想 他儿子因为 80年狗 36岁吗 他给他儿子念了 36张小房子吧 你说够不够 念了37 你说够不够 啊 你说够不够啊 不是 他给他的孩子念了37张小房子 你说够不够 哎呀 你们太可怜了 这么大的事情 出这么大的事情 36张小房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念一张等于顶几张啊 开玩笑了 像这种大业障来的 啊 那 那给他孩子 他那需要念多张啊 就是能 他也不知道他儿 在哪儿呢 现在就是啊 不知道 不看的 啊不看 就是让他自己 先给他自己的要点 先许愿念380张是吧 继续念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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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师父 现在我嗯 就是我做梦 我今天我做梦 还有我的家人做梦 嗯 我都会走了 这是不是一个浴室梦啊 有的 很多都是这么种浴室梦啊 啊 那你现在首先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老实 回答 好 你现在年龄 你现在年龄是不是369 啊 我是82年的狗 嗯 嗯 35岁了现在 那明年是36 一个节 明年36 一个节 第二 自己呢 不能练财 如果 如果你现在用不着告诉我 你练没练 如果你有练财的情况 你大概算算多少钱 全部去买鱼放生放掉 哦 嗯 然后好好地念礼佛 否则你这条命就没了 是 我现在每天念即便礼佛呢 嗯 明白了吗 还要还要还债 如果你感觉到无意当中 多收了人家钱 或者怎么样 我不管你什么方法 啊 你要把所有的这些你觉得心里有亏的钱 全部去买了放生 买鱼去放生 啊 就是我 就上海那个阿姨 她给我交了 呃 两次手机费了 然后我 一直觉得心里 挺内疚的 对了 对了 我告诉你 然后我就 那我就 她给我交的钱吧 我给 给她放生行吗 就是 请别要不给她放生 都可以 你反正赶快去把这个钱拿来放生 给她 啊 还给她们 这叫还给她们 明白吗 啊 好吧 然后 呃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跟医院的官司的事儿 还没结束 然后我主要就是说 如果 再打来钱就 百分之六十 用于 就是 就是 成为心里法门的弘法试验 这样行吗 这是你的事情 我不知道 反正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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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以任何 义和佛法的名义 来 来求人间的事情 这个都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都不好的 要靠自己的功德 来避应 来让自己 在心中种上福田 明白吗 行 嗯 嗯 就 那我就把那个 钱都用来放生吧 他 给我交出 赶快 啊 行 嗯 嗯 然后 所以一号以前完成 这样我觉得可以吧 可以 嗯 嗯 哦 所以我就 我就这样 我 兼职念经 然后兼职放生 然后我就能站起来走路 是吧 对 好好努力 不能做做事情 听不懂啊 嗯 嗯 好了 嗯 嗯 我要好好允聆 少点站在那里 好好走人 跟师傅一会儿去工房 嗯 好了 再见了 少个人 嗯 嗯 师傅 我母亲还想跟您说一句话行吗 啊 你叫她讲 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嗯 你要注意身体 我们那儿要看你对身体好 我们才高兴 我们才有进行更好学习 好 谢谢 谢谢 我就是我兼职的时候 发困不知道啥原因 兼职发困 平时太忙 哈哈哈 哎 师傅 师傅要那个 加持加持吧 要我好好行进 好的好的 再见再见 哎 哎 师傅好好注意身体啊 啊再见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自话自说的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